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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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在中榮跟北榮是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在病人特性上 其實在中部地區蠻多的病人是屬於口腔癌的病人 所以在安寧病房的工作四年的期間裡面 其實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口腔癌的病人 就是面容的改變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感受到很多人性的真善美 就是在即便他一個面容非常嚴重巨大的改變 可是他的家人還是會即陪在他旁邊 然後還有就是你到了北榮來服務之後 我覺得說其實在台北的一個過程裡面 因為大部分可能都是在醫院裡面離開的比較多 可是我可以感覺到很多的家人 他們都是家裡跟醫院兩臂旁 但是也從來都不覺得很累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性就是彼此非常深厚關懷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進到安寧的領域大概將近九年的時間 我覺得身心俱疲的時間一定是有的 尤其是在進入安寧的前兩三年的時候 因為你要不斷的接受到很多的考驗 那樣的考驗可能是對自己的問號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對自己產生很多的問號 我覺得那些身心俱疲其實是在尋問你自己生命答案的一個歷程 那我覺得這個歷程其實是看你如何去面對 那你可以把它成為是一個壓力的經過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壓力的經過 如果你可以躲過去 並且從這樣的過程裡面看見 原來你的人生是真實的樣子 你就會突然講出一個很 應該算很壯碩的事 然後可以去支撐著你 並且去支撐著別人 一起去找到這生命的答案 我平常大概就是會去跟朋友去聚會啊 然後會並且去參加一些心靈自我探索的一個過程 然後從這個探索的過程裡面去找到說 我跟人之間 每一個人之間 我到底有什麼樣不同的關係 是我該學習的嗎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臨終的關懷 或是護理的一個過程 都不要把自己局限住 因為它並不屬於 就是好像是一個很專業的一個東西 當然護理是一個很專門的技術 但除了技術技能之外 其實我覺得護理是一個人與人之間 很直接的一種關係 那如果願意投入在這樣 民眾關懷的過程裡面 這樣的關係會變得很鮮明 那如果你覺得你很渴望跟人 有一個深度的一個了解跟陪伴的話 我覺得進入這個領域 會是你一個很好的學習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在這邊是一個 善良的一個循環的地方 然後如果送這裡的祝福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永續經驗吧 因為我覺得一個善的地方 需要一直持續下去 這樣善的力量才可以發展出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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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